哈嘍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做就是我們的雙軸層伸縮磨豆機的第二次開箱 那這一次呢 我們會針對它磨出來的均勻度跟粗細 現在去做一個介紹跟開箱 那我們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開始做我們的測試囉 那我們一開始會先將它磨到我們最細的 就是一號粉 那這個可以建議就是比較簡單的一式咖啡機或是母卡古 拿來做實用 可以做實秤 好 這是我們的一號粗型 一號粗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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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號的部分 好 那我們接下來會磨就是我們針對手沖的部分 那建議大家呢 就是我們要調整刻度的時候呢 希望就是先把我們的磨豆機去做一個清潔啦 因為它畢竟有時候可能會有一些殘粉 或是一些原本在磨豆刀盤上面的粉末 那我們會建議將它先清潔乾淨之後 我們才去調整我們要的刻性度 好 那接下來呢 我會磨就是我們手沖再用的粗型給大家看 那這個粗型呢 我會建議就是大概在四號或是五號的位置 那我現在把它調整到我們的四號位 好 那就是要緣的 好 要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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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 要看 這是我們的四號橫墨,一樣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前面的摩卡壺跟手沖之後呢 接下來我會示範就是我們用在紅漆壺上面 它的粗度會再粗一點點 所以我會將它往上再調整兩個 我們會調到七號的部分 這個就是我們的七號粉墨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針對這一款 就是雙軸層伸縮摩托機的粉墨測試 來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以上呢就是我們第二次的開箱 那影片的結尾呢我會補充一個就是 我們之前有開箱過就是 在裡面的軸層的部分 那那一次我是沒有開沒有打開的部分 就是沒有拆下來給大家看 這個部分 它有一個雙軸層結構 那呢我有把它就是另外再拆卸下來 那裡面就是有兩顆小小的 去穩定我們中間的軸心骨 讓它可以摸起來比較均勻 也比較省力的部分 那一樣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的開箱影片 大家期待下期再見囉 掰掰 掰掰